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您带来的是龙胆 龙胆是陈瑶夜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对马斯特尔龙胆的黑旗 双方挂脚 互相挂 这个在马斯特尔的对局里面下的也挺多的 都是对方挂脚他也喜欢挂别人 然后别人夹击他的时候他也喜欢去反加别人 这个也是有的 这盘棋它没有这么下 开始选择盖住之后再分头 其实这个在腥味 其实这个棋跟我们正常理解的很多的就是人类在这么多年这个围棋发展当中的一些理念 其实还都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有些时候他下的一些让人震撼的棋是觉得 有一些突破 我们一些有的时候会容易产生的一些惯性导致的这种 怎么讲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因为Jetho这个很有感触 就是你每天都下这个 下多了以后 有的时候就变得难以突破了 然后反而呢 马斯特尔的这个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新鲜的感觉 就一下子就觉得 哎呀 原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为这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去探索 这个是 我觉得是马斯特尔带给我们最有意义的一件 就至于对职业企业来说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 这个呢 都是很正常的 呃 陈阳烟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是绝对的实控型的 虽然他自己总是自说自己是这个均衡型的 但是 呃 从他的招法上来说应该 对于他是这个 呃 钟爱实地这一点 我觉得应该无人能及 所以他下棋也是这个风格了 下网棋 拖 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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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其实这个棋呢 呃 过去的时候 断这个的时候啊 都是粘住的 嗯 很有意思 之前 呃 好像不太肯去吃这个 但是从这个马斯特尔下了之后 反正现在也是很多下的了 以前的下法是这样啊 哦 当然这个也是要讲究局部的 如果你这边很窄 当你尝到第四个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你吃了啊 反正它气比你长 你拐它就吃你 这边比较窄了 白旗就不太满意 那如果这边有拆的时候呢 黑旗还可以爬 就是你活脚可以跳活 但是我把这边搬起来呢 嗯 黑旗也满意 嗯 黑旗也满意 嗯 以前的这个下法是这边没有这边的情况啊 嗯 黑旗也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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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黑旗也� 很有样的状况之下下的比较多嗯 现在这个 MASTER呢 是在这刮痴这个旗反正之前没有没有见得太多但是可能应该也可以吧 先手把这个脚就定型完了嗯 然后回过头来夹家气在了三线三件夹啊 然后脱 搬就连搬 这个呢是一个处理这个局面定型比较多的一个下法 其实还有一种下法是断 这个爱好者朋友们也是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对方打车粘住的话 那么我尝出 这个呢就相当于转身了 把棋子呢转到这边你冲我就吃掉 也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他担心的不是白棋的这个下法 而是白棋的吃 提的再打 打的时候白棋坚决是不会粘住的 白棋从外面打 这个结呢就变成黑棋重一些 白棋轻一些 你打赢了 黑棋这个结即使打赢 无非就是粘住 也不是特别严厉 你要想再狠 你直接开结开到这 就是当你这个结在你手里的时候开到这 但是这个想再打赢 除非你外面有结库 否则的话是很难的 这个棋白棋也是不怕 实战呢这个 长夜选择的是连班 连班在这局部是可以活的 除非白棋这个时候吃这个 除非白棋这样选择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的 现在这个局面没有必要 黑棋就简单处理一下自己 这还欠着一步 所以他实战这个下法呢 也是马斯特走的很简明 粘走 一点 为什么说黑棋这个棋不满意就是在这 当点的时候不敢粘了 这棋粘住的话 对方将来一粘 这局部没活 局部已经是个死棋了 那你这个负担就比较重 得向外去去鼓逃跑 所以当点的时候呢 没敢硬 压一下 打拔 这个下法不太好 活的比较小 这个整体呢还是 不能满意 就是人家一家机 你这两个字等于就掉了 只是活一个小角 不太舒服 那么走成这样之后 白棋靠 白棋呢是处理自己 同时呢让你难受一点啊 你只有粘住 让他想搬一下 加强自己 白棋顺势跑 这个时候的是一个 既可以说是在快棋当中的打僵 又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因为你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那么我这一袋 就有先手了 这个对于我断起来 这就不一样啊 那实际上它是吃在这儿 觉得不差这两木棋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 就背摆棋已经便宜了 再回过来打 黑棋没有在这地方 继续跟它纠缠 这个 下一手棋也是体现了 这个Master的实力 我相信啊很多号手看到这个棋 就觉得你居然还敢走到这儿 那我不跟你作战吗 肯定要跟你作战啊 这个战斗应该说就一触即发了 但是Master怎么下呢 你走这个 它强有它强 我就做活 拖到这儿之后 反而反观黑棋 其实也没走到什么便宜 你搬一个那要被断了 这是问题 你不能轻易搬 那你退一个 对它来说不痛不痒 这个白棋已经可以脱先了 所以黑棋在这儿继续下呢 就一点价值 就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而如果你拐起来 并不是说这套棋不好 而是有可能呢 会横生很多其他不必要的肢解 这个呢是 比较冷静的一招 就拖一个 反正将来我要飞 一样可以飞 那么接下来 黑棋 浇化完之后挂脚 白的呢 是选择了这个下方 也是非常 中爱实地的 半毡 这个是 可以说对于像 陈阳烨这样子中爱实地的人来说 这个 把他的空掏了 对他来说实在是 太痛苦了 这个粘上 白棋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他通过这几手棋 再加上这一拆 很轻松的 连脚带边 这边就全部都围成了实控 黑棋的 主力的这个子力都在下边 都在这一带 但其实呢 这个只要不发挥的话 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现在 整体感觉白棋流畅 那么走成这样之后 黑棋下什么了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跳 跳这个希望白棋硬它 白棋当然也不理它 白棋把这个断了 这地方没什么好硬的 千万不要硬 你火是你的 我就沾上 就总归是活得很铁 活了就行了 你这个也说不定是负担呢 接下来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把这个断了之后 黑棋这样个子不逃了 就死了 应该说 这里的收获和那里又是一个 剑合 就是你走了这边 我就走了那边 你走了 这个木树 我就走了另外木树 那大家都差不离的话呢 你开始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损失了 因为你活太小了 这个角 那有可能几个回合下来 你就追不上了 这个棋 现在这个棋 白棋的形势啊 正是很大 可以现在敲一个 这个被断了 这个也很心痛 这招也超级大 好 很平淡 白棋也不反击 也没有什么 在这走出什么 特别的下法 就给你下来 我觉得你下来也不大 白棋的下一手啊 可以说是这盘棋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也是一 这盘棋整个点睛之笔 可以这样说 这手棋 白棋下在这里肩冲 可能爱好者 第一眼看的时候 觉得肩冲四路啊 这个好像脾气有点好啊 这个 一般我们肩冲三路 还是很多件的 肩冲四路 基本上见不到 因为觉得不肯 效率太高了 对方 它现在肩冲这个 真的是一步好棋 为什么 我们接着看 它是有连续手段的 接着这一跳 招招 都像一个组合拳一样 什么意思 你当然不能不硬 不硬这里有靠 那你当时就不应该爬 当然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这棋也不应该爬 至少也应该跳一个 也比它实战强 但是在你一开始不知道 它还要出什么招 同时又是快棋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随着你的第一杆 不明所以的就跟着它硬一个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这地方的下法 确实是下得极其漂亮的 白的 黑棋要尖 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靠 这个地方白棋就亮剑了 哎 点三三 这个是它真正的目的 可能有的爱好者说 这有什么棋啊 我没搞明白 我就粘住怎么样呢 你是可以粘住 但是我这打拔就变成决限了 你必须要补一个 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已经获利了 获利就可以了 所以实战呢 这个 陈尔叶也是 很倔 这个地方 他不肯 他要粘住 他说凭什么你的木 让我给你便宜啊 现在你断 我就把你吃了 你补一个 我们看 一补一个 我就粘上 这你没有获得 实战上的便宜 但是 但是这棋 它有一几 这招戏太厉害了 这一下已经变成 A B 两点已经见合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这个棋啊 非常难办了 已经 怎么办啊 实战它只有粘住 打了一下 实战 实战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呢 任由白切 把这个都给它提掉了 呃 这个我想 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地方留了一个打结 这个结可以说是 超级 霹雳的一招戏啊 这个打结 但是对于白切来说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 负担 这地方本来也都是你的空 我打输了 无非也就还是你的空嘛 但对于黑切来说 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一打输 黑切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你只是粘了一招 这个差别还是天翻地覆的 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下完 其实 应该说 形势啊 黑切已经变得 非常的困难了 它已经不好下了 这个地方留有 这个结 敌人已经就变得 非常非常的从容了 所以实战呢 它也不需要给你走什么 但其实它在这立一个 好像感觉也不知道 它要干嘛 价值也不大 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一个走啊 它就飞 它这都不硬了 之前它把那提掉的 都是它便宜的 看起来黑切好像 没亏呀 这个都给提回来了 其实亏了 因为这本来就是都是你的 这些都没发生 现在我这地方连下两个 而你得到的是一个粘 其他的都一样 那你肯定是亏了 所以走成这样之后 对 后面呢 黑切是走的已经非常难受了 这个这一局部就已经把这棋就断送了 结束了 只能粘 大家看这个棋 效率已经非常的低了 仓皇的逃出 这还欠了一个吃 所以走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局势 当被一跳的时候 白切已经是非常的生动了 现在这个局面 黑切 很显然也找不到头绪 所以这盘棋呢 最终白起中盘获胜 这盘棋就给您交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请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然围棋频道 为您带来的 人机对异 Master 对局 金姐 我是王湘云 今天呢 依然要为您带来的是 陈耀夜 对阵 Master 因为在刚才那盘棋当中啊 它是连续两次 与Master交叉 所以这是第二盘棋 上一盘棋输了 可能心里面不服气 想要再 站一次 白棋呢 是双小木 两个新位 黑棋呢 是选择了一个中国流 现在这个变化 已经是非常的泛滥了 但是 可能很多高手 想要下这个的原因 也是想看看 Master会怎么样硬啊 其实Master也没什么特别的硬 它只黑的时候 它也会拐一个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现在呢 大家也就 学它 也就拐了 原来是肯定不肯拐的 一拐就觉得 好像自己士气弱了 半分似的感觉 现在没有这个了 它现在挂了一下 在这个时候 白棋走这个 黑棋再拐 把这个交换完了 开拆 那么Master其实它有这个 地方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也不是从这边去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 从宽处找眼 它这个棋下的 不怎么讲棋里 或者说 跳脱了棋里的范畴 就是它有的时候 老是从窄的地方来下 这个也是让人很困惑的 你好好的 走宽的地方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 它这个棋总是要从这个地方挂 但是你说 说这条棋它不好呢 它其实走一走吧 它也没有很坏 所以这就是让人觉得 嗯 这是它水平高 也没有办法 我们来看啊 通常觉得这棋肯定是亏了 这个白的 飞团 这个子和这个子 无法兼顾 那你逃不出去呀 这一开始都会这样觉得 嗯 它就碰这个 这手棋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独特的一种 棋型的感觉 这样子的时候啊 碰这个 嗯 很多时候我觉得都不会有种感觉 可能会想到处理 大概是要搬这边 但是不会想到是走在中央 反正这个 马斯特的棋确实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总是走在中央 它这个棋 不管它之前怎么下 它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要往中央去发展 所以 也是让对方很头痛 像这样呢 我觉得 很难说黑棋不好 黑棋也挺好的 但是 白棋就亏了吗 好像也没有 现在呢 跳了一个之后 嗯 加鸡 走这个的时候 它就很稳健的拆二了 其实它自己搞清楚 自己要到底要什么 这地方是有一个减三三 点三三呢 还可以说比较严厉 但它后来的下方也告诉我们 它就觉得 你点三三就点吧 它就忍住了 嗯 这个 通常很多情况下不太啃 但是它觉得 没关系啊 接受 就是因为这个变化呢 总觉得 被黑棋呢 便宜了 所以当黑棋这个 正在这的时候 一般白棋都会在局部硬 来防止它点三三 这盘棋呢 它就 没有 给它点到了 嗯 走成这样 站在这样子之后 其实全局大的地方很多 它实战呢 是把这个给连上 嗯 它觉得这个大 这个 确实也不小 瞄着以后 这有冲断 这个味道 接下来 黑棋拐 这个也巨大 如果这个白棋爬到 这个地方完全不同 嗯 走这个完了之后 轮白棋 白棋没有在局部再行棋了 白棋跳这个 这个很大 我们把它换成黑棋 一看就知道 都成空了 跳 接下来啊 接下来的棋比较有趣了 接下来黑棋点这个 嗯 在这个局部呢 就出现了一道死活题 大家也可以稍微的 呃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下计算 白棋现在能不能粘 粘住了是什么变化啊 这个地方 呃 也许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头现在是什么结果 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 呃 如果粘 那黑棋如果立这个成立 那就不说了 这期直接就结束 大家现在立一个呢 呃 很显然黑棋杀不过白的 你就算粘一个 我收起也行啊 这期不行 但它显然 它又不是要和你这个杀的 如果你粘的话 嗯 它是要和你这里来吃的 这局部已经活不了了 只能依靠粒这个打结了 那这就出事了 嗯 那所以现在点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好的应对 提掉 也是很容易想到的 因为这期你不用挡 大家注意挡这个 跟刚才那个效果一样 人家一样可以露吃 嗯 大概是提 提呢 它吃 你呢 团住 这样呢 确保一个火棋 和实战来说呢 差不了多少 但是 呃 有细微差别 这个棋呢 黑棋这个 将来之后 有一个点 它这个猴 就是一个 先手呢 还有可能会多半个眼 当你在外面战斗的时候 有可能情况会不一样 所以实战的下方 应该说这个 AI下的这个 这个master下的这个 死活走的 还是很精准的 走在这 非常的漂亮 这手棋 活了 你吃 我再打 那跟刚才比呢 就是这个差别 放在这 这有一个先手 半个眼 放在这 没有了 下的还是很细的 嗯 就这个地方的死活 其实也能看出来 AI它对于这个 小局部的计算 都是很精准的 已经不像过去的那些 人工智能了 说失误什么的 都比较粗糙 比较多 它这个算的 包括细节都很精准 很到位 走成了这样之后呢 黑棋其实 在这一带 也就没下了 2.33了 走得超高的 打入 白棋呢 也就不硬它 这个也是一个 它先顶掉这个 顺道把这个走了 黑棋要活 然后白棋呢 也就没有在 这个局部再走了 虽然它走这 还是威胁着一下 黑棋 所以也是刚才 我们说 它始终对这块棋 它是有想法的 应该说两个人 在进行到现在为止 这个棋 还是内容很好看的 下的很精彩 靠了一下 它走这个 其实这地方也 黑棋不回去 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个地方明显欠了一个分段 但它 直接要回去呢 它有点心有不甘 所以它实际上是选择战斗出来了 尝出来 但是这儿终究啊 欠着一点点 这个是欠 白棋拐出来 看起来白棋好像 陷入了黑棋的这个层层包围 但是还好 白棋呢 这个棋 由于黑棋也不是很厚 由于靠 这是线手 没有办法封住 如果你去封它的话 冲一下这一火 就把 反而把黑棋都吃了 手推一个 长 粘住 像它这样呢 基本上这一带啊 进行就告一段落了 其实这个棋呢 也是很符合 陈耀叶的棋风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战斗 大家就收手 但是呢 它平时啊 总是控收的比别人好 一收一会儿也赢了 但是对AI就是这个困惑 就你也没有觉得哪亏 但是下着下着呢 就不够了 现在这个状态呢 其实也 还早 就局势吧 还早 可是你就知道 你跟AI下 过一会儿 它就总是 下着下着 你就不行了 这个也是 有的时候觉得 难以接受的地方 就是 这个 作为一名职业棋手 围棋生涯 开展了这么多年 但是竟然觉得 还有自己根本就 搞不明白的东西 有的时候想想也是 就这种感觉 还是挺复杂的 总觉得自己 其实懂挺多的了 但实际上 这个很早之前 腾泽秀行大师就说过嘛 棋到有摆 我只值七八 只值六七 就我大概只知道 六到七的样子 剩下那一 九十多我都不知道 确实是这样 这个围棋里面 还是在不断的探索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肯定没有变的 就是现在的职业棋手们 正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 在这个围棋的高水平的 这条竞技道路上面 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 尤其是 MASTER的这个印证 其实也是印证了这一点 只不过 未来有可能 这个一点会越来越 就是效率追求的 越来越高了 或者是 大家的这个竞争的 越来越激烈以后 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 对于爱好者朋友们来说 我觉得欣赏的这个 从欣赏层次来说 还是非常 就是让人感觉下的 非常愉悦的 比如现在 下一手棋 黑棋在这一碰 没有在这个局部 继续跟你纠缠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你 翻我 连拌 它断的 再吃 对 沾上 白棋跳 白棋呢 也带点威胁 黑棋的意味 黑棋啊 这一串 我觉得下的挺漂亮的 黑棋 还是得分了不少 但是 对于局势 有没有帮助呢 不知道 但是这串 确实是利用的 白棋这个地方的一些 棋型的弱点 现在 黑棋只有吃啊 白的 然后黑棋打吃 你剃掉 你打吃 你粘住 大家就发现这棋 黑棋这个时候一火 先打了一下 这个时候一火 我这棋 黑棋竟然就马上眼见着就要连通了 如果你粘上 那么我一吃 就全部通连了 这个肯定是白棋不能接受的 这样他自己就变薄了 他要吃这个 那黑棋把这个断了 应该说这个变化还是收获很大的 把这个底下的实地都拿住了 接着白棋飞 黑的呢 这个吃了 但是如果说从整体的局势上来说 应该白棋还是始终牢牢把握着局面的 因为白棋 别看他走这种棋都 就好像对黑棋吧 没有痛下杀手 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只要达到了这棋 依然这个黑棋是很难获胜的 像这样呢 确实是黑棋自己逃出去了 白棋吃一个黑棋跳 白棋好像付出了代价 但是没有 就是黑棋付出了点代价 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 比如说我哪里死了之类的 但是白棋其实有后招 白棋的下一手棋 这个断就是他的后招 就是我们一起在强调的 这个Master总是给自己留有下一个好点 我走这手棋之后 我其实下一步是有招的 这个招一下 基本上对手也就很难去抵挡了 像这个被断 这个子如果说死在里面的 这个木属太大了 可是如果你要要 那这一般的时候 你又没办法挡了 等于说这个角控啊 大家看 就这样全部都归了白棋了 那这个地方的损失又是巨大的 所以等于是这个地方呢 就把之前白棋这儿的这个损失呢 给平衡回来了 爬 虽然说黑棋活了 但是白棋呢 把这个又给拐回来了 刚才呢 是黑棋把白棋吃了 但是 由于你吃在这儿 这个棋还是留一个回家的后门 所以白棋呢 在外面兜兜转转了一圈啊 这外头已经沧海变桑田了 但最终白棋回到了这一手 这个棋呢 依然还是白棋在牢牢掌握着这个局面 最终呢 白棋也是四目半 获胜了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你接下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